最近應該常常被問到一件事 對 最近朋友啊 然後家人啊 都會 都會 看到我可能 打開的話題第一個都是問這個 真的喔? 對對對 那太太知道什麼事? 最親近的人 應該 只有我太太吧 對 連我爸媽都不知道 可是爸剛剛猜就是你 那他猜 他每次都是 對啊 他 他也只會猜我而已 對啊 所以你的朋友問你 你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樣嗎? 就是回應的 我的回應其實都是跟他們講說 叫他們不要多做一些 沒有意義的猜測啦 對啊 叫他們就是好好的追劇就好 對啊 他們就會放棄嗎? 我有在過年的時候想說 那個朋友來家裡玩嘛 然後想說 等朋友喝得很醉的時候 偷偷告訴他 然後明天他就會忘記這樣 但我還是不敢冒這個險 因為我怕他沒有忘記 那你怎麼有想過 爸爸喝醉的時候 能夠相信的事嗎? 嗯 不是 因為他 他不是會忘記的人 他是會 他是 他是會喝醉後 講出答案的人 對 所以這比較危險 是 所以家裡要防的都是爸爸嗎? 對 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要防著他 所以老婆不會喝醉? 老婆 老婆還好 不會不會不會 老婆不會忘記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對啊 那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反應啊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劇還沒上 所以他其實不太清楚我們整個劇情的走向 所以他沒有很驚訝 也沒有覺得很怎麼樣 反而是看了以後 他開始覺得好看的時候 他才開始懷疑他自己 是不是知道的那個答案這樣 所以他也常常問我 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一個什麼 我說啊我那時候跟你講喔 你現在自己不確定 我是不知道喔 對 所以他有在覺得你在騙他嗎? 他沒有沒有 他就是 希望可以再套出一些 更紮實的答案 所以劇本你都藏起來 劇本我還給劇組 所以他知道答案是因為 就好像那時候我們 我在拍的時候我們有聊天嗎 對啊 沒有聊天 你有感覺到強大的反饋嗎? 強大的反饋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真的 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這個 表現啊 不管是工作人員還是什麼 我覺得都是 另外一種新的 新的呈現啊 對 然後真的是 很難得的一部戲 我覺得 對 然後你很看得到他的用心 對 你自己的部分啊 我自己的部分啊 你自己有接收到 接收到 沒有啊 我覺得就是 很多人現在都叫我成哥 滿開心的啦 因為當你的角色被 被 那個朋友認同的時候 他們都會叫你角色的名字 對啊 對啊 上一個是什麼 上一個是什麼 上一個好像是 上一個好像是 流金歲月吧 王永正 好像 對 對 對 失訊應該炸掉了吧 失訊 偶爾也是會 回回網友的 失訊 對啊 跟他們開玩笑一下 對啊 他們也都問你什麼 沒有啦 他們也知道問不出來 什麼 他們也知道問不出來 但他們常常會 因為我有時候 好玩 我會比如說 像我之前會那個 拍那個景華 景華的那個 他在裡面表演嘛 然後我會模仿他 對 然後就有很多網友 開始發起了 就是模仿景華的那一個 對 蠻有趣的 那你的麵 會加七味粉 我的麵 不加七味粉 我跟你講 七味粉 我的麵加美麗醬 真的 對 那現在有聽說 第四季可能會 拍拍拍嗎 現在應該是 沒有這個計畫 對 因為 我覺得那個 小杜哥的那個 劇本是很紮實的 就是說 他的紮實就是說 他已經安排好 這個二十四集的劇本 然後整個劇本安排的走向 就是我覺得 是在一個很完美的點 去做一個句點 我覺得這是一部好的劇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不能說 因為好 就無限的加碼下去 對 那我相信小杜哥 他有 未來有越來越多的劇本 應該是 會越來越好 更好 對 其實我們就期待 接下來的戲這樣子 對 這有外傳啊 之類的都是電影版 翻外篇 這個我覺得 是可以有 我覺得可以有 那我們跟小杜哥 去催促一下 問一下 問一下我們的林製作 看可不可以去拍一個外傳 對啊 有沒有討論其他的可能嗎 就可能 你說可能是合作拍戲的可能 還是 合作拍戲的可能 我跟心如嗎 對 我跟心如嗎 我跟心如我們都已經第四次合作了 其實我們真的是 在合作上面是很有默契 然後也很開心 我跟心如每次只要一合作拍戲 都是很開心的狀態 對 那未來當然很希望是能夠是這樣子一個搭檔的感覺 可以一直一直拍戲下去 對啊 對啊 這一部戲已經是 看我也覺得林心如是不是有一點 我覺得他很故意 這部戲是我追林心如第四次了 四次合作 四次合作 對 都是我在追他 然後都沒追到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林心如是很故意的 前三次也都沒追到 前三次都沒追到 前三次都沒追到 前三次都很苦練的那一種 對啊 第四次好像也 吃一下豆腐吧 我哪有吃豆腐 就是用一種眼神 吃人家豆腐而已 還好吧 對啊 因為他說什麼都追不到 他就是很 故意 故意 他就是很故意 那你有跟他說 下一部是我們待會兒做 我一定要拔到你嗎 沒有 我不敢說這 哈哈哈哈 那拍攝現場 有看到他 就是親眼看到他 賞姐夫巴掌 當然 沒有 我親眼看到他 第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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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看到 賞姐夫巴掌 那時候 快想 還好不是我 沒有 我那時候多開心啊 想說我是第一排 可是我是說 這是賞巴掌的 還好不是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那個 演藝圈裡面的幾位姐喔 真的都不好惹 因為像 我記得我 有一次跟蘇琪拍的時候 也是要賞我巴掌 就可能是那個 馮仙在旁邊 盯場 所以那個 蘇琪那一巴掌 是很扎實的 就是打到那個 那個 馮島在旁邊 看到都傻眼的 那一種 對 所以就是 這些姊們 不要惹他們 所以蘇琪目前是 打演檔最大力的嗎 讓你一下就是 對 完全 打幾次嗎 好像 兩三次吧 也不能再多了 這不是一次OK 對對對 那你那時候 那個馨如打解副的時候 你有看到 郭建華什麼表情嗎 在外人面前 還是要裝得很鎮定的啦 回家我是不知道 所以蘇琪市有私訊你說 你犯案很不給力嗎 他沒有私訊啊 他就是公開講的 對啊 有公開以外 還有私訊在秘密嗎 他沒有 他就是 這種事情他覺得 他一定 他肯定是公開 在大眾面前 不給我面子 對 老婆有沒有說 你扮女裝 跟吳康仁 他們的意思 還蠻妖媚的啊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沒有啦 那天就剛好好玩 剛好家裡有一點假髮 拿來帶 然後他就一直笑啊 就只是 哦 這是新開的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欸 哪一個扮女裝 就你是他生日 拍一個 模仿他的東西 哦 哦哦 你說 你說模仿他那個喔 對啊 他 滿開心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對啊 那個時候 就是 沒有啦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那是我們很早以前 就是 還在那個 追求的階段 對 想要可以逗他開心 以前啊 沒有 就模仿他 不能說扮女裝 模仿他 那個時候自己創了一個 male a day 對啊 第三季還會有人領便當嗎 還會有什麼 還會有人領便當嗎 還會有人領便當嗎 每天都在領便當 哦 你說 你說 哦 我想說 還會有人領便當嗎 第三季還會有人領便當嗎 現在領便當有誰啊 除了書媽媽 我不知道第三季他剪接是怎麼剪的 對 我們自己都沒看過 我們自己都沒有看過 對 之前沒有 對 然後 我跟明島有一兩面支援 對 那 是 這次也 聽到這個消息也是 蠻正經的 蠻難過的 希望 希望 全家人心裡面能夠 有得到安慰 你那個女兒好像很會演戲 就聽你的指令 我很早 因為女兒現在 現在一歲多了嘛 然後也開始 跟我們有很多的互動 對就不像是真的一個小嬰兒 就是跟我們有很多的互動 然後跟他講什麼 他都聽得懂 所以我那天我只是在這裡面就是 突發奇想想要教他一個 很好很好玩的一個東西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學起來了 對啊 所以以後會讓他進演藝圈嗎 有沒有興趣 那看他以後有什麼樣的興趣 對 不排斥就是 就是我覺得 對啊 我不排斥以後女兒做什麼 就是看他對什麼有興趣 對啊 那我覺得現在他對哪些 就是才藝或什麼有潛力 不知道耶 他現在對我來說 好像什麼都是有潛力的 很有潛力的一個女兒 對啊 我覺得他明天就會談貝多芬 對 我相信 好 這裡有網站連結 好嗎 這裡有網站連結 這不會貼上去是不是 不會 好OK 那我們會在我們的一些 社交平台上面 貼出這個購買連結 對對對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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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